6月6号罢韩投票在即 韩国瑜脸书置顶第一篇 仍是5月15号的贴文 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请你不要出来投票 出来监票就好 不出来投 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的老师韩国瑜的忠实粉丝 不投票只监票的 这样子的一个强迫量票的举动 他只是对我们这些 要返商的游子们 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6月4号温朗东脸书 贴出一名北漂学生 两分钟的录音 并写道 当想出这个方法的人 窃喜着自己的机制的时候 这座海港的宽宏之城 有千百个学子返得了乡 返不了家 因为学生们试图瞒着家人 避免冲突 我们也怕与家人起冲突 因为韩国瑜的强迫量票 让我们这些隐藏的冲突 逐渐显形化 你要额外在外面 寻找住宿的地点 而这样子住宿所花费 与车资加起来 都是很高的花费 邻居可能都认识我们 当他们看到我们去投票的时候 也有很高的机会 会跟家人讲 温朗东写道 讽刺的是 这些韩粉的子女 从小到大 是离国民党最近的 国民党只要愿意改变 是最有机会 把他们争取回来的 他问道 这是前辈用血泪相换 让台湾人 引以为傲的民主吗 民主不应该 被韩国瑜完成这样 韩市府 要是对这一年半的施政 有信心 就应该诉诸选票 公平对决 学生之间还整理制作 加油韩粉回家 罢免指南 提醒如何因应这些考量 这份录音引发不少网友共鸣 有网友留言说 这是一个教育长辈的好机会 也有多名网友留言 质疑韩国瑜的做法 造成家庭对立 一个留言重话质疑是 把中共煽动亲子 互相批斗的那套 带了回来 新台亚太电视 持千里真理报道